今天又是18家的封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改版前的投稿 所以 我想說就卡一下更新 把這一個給做了 那接下來應該就會是 新版的對戰 所以今天就 再來一個18家的對戰 投稿者是 不用講了 而且剛好是我們上次 曾經有說想看的西西里 我們今天可以來看一下西西里人 這次要對上的是什麼呢? 西班牙 看這次是不是會面臨 西班牙的直層 征服者的一個戰術 那依然是在我們的阿拉伯 比賽開始之前一樣先來看一下 西西里文明特性 步兵文明城堡和城鎮中心的 建造速度提升100% 這個在我一開始 這個DLC剛出的時候 我有去天梯上測試過一次 然後這個 在某些情況下 真的是可以救到我 尤其是 造城堡這件事情 在前線造城堡 這個還蠻重要的 如果能提升100% 我覺得真的也是蠻屌的 陸地單位 陸地的軍事單位 除了工程器之外 受到了額外傷害 真降低50 也就是說 你受到那個 像是槍兵的額外攻擊的時候 那個額外攻擊可以降低50%的傷害 也就是代表說 他的肉馬 在封建時代遇到對方的 呃長槍兵 會比較的沒那麼痛 甚至到 城堡時代 打這個中央長槍兵的那個加成 也不會那麼痛 這就算是西西里一個 還蠻 強勢的一個 文明特性吧 然後再來是農田升級 可以提供100%的外食物 然後再來可以建造城樓 因為他沒有建塔 沒有建塔 只能建造城樓 城樓應該是在 這裡 他要75的木頭 200的 這個石頭 那個資源也是非常多 那當然生命什麼的也是比較高 而且同時 城樓可以在封建時代造 而且你就可以直接造 薩金特衛兵 你就可以在這個時代直接造 薩金特衛兵 對也是 一開始也是有這個戰術 不過我們不確定這場到底 會怎麼發展 我們就看下去吧 那特殊單位就是剛剛說的 薩金特衛兵 特殊科技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每個城市中心最多五個 可產生七名的薩金特衛兵 僅限一次 這也是多次改版之後 有去調整的一個技能 就是一個特 就是銀貫科技 就 現在 可能也沒那麼多人用了吧 不過最早的時候 這個真的有點 有點太強 大家都是直接爆這個TC 然後 點那個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然後直接爆 一個城市中心 我記得之前是十個 薩金特衛兵吧 總之就好像還蠻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 兵役免除稅 每個隊伍擁有一個軍事單位 可以獲得一次性黃金 加成這個是船艦 我們就暫時先不看 科技部分的話呢 看CC裡的射箭場 有這個強弩兵 然後沒有火槍 沒有重裝馬 沒有按鞋 沒有木子環 工兵雖然有強弩 但是沒有給到木子環 那軍營的部分呢 就都有 畢竟是步兵文明 騎兵的話也沒有 也沒有不能打 也是可以打 不過帝王時代沒有匈牙利清騎兵 那有到重裝騎士 耕種品種有給到 工程器的部分呢 有重型衝撞車 但是沒有給到火炮 兵工廠的話呢 少了三級的工兵護甲 雖然有強弩 但是 但是蠻殘的 也是半殘情況 又到院科技也是非常的 呃殘缺 然後經濟部分的話呢 沒有雙人巨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好一樣來一場這個 西西里的十八家 啊來看一下這場比賽的發展是怎麼樣 呃 做做這個皇家客比賽就是 投稿有品質嗎 對不對 就基本上很放心 他投稿給我的基本上都是 很有內容 好就不會說 可能 呃 壓著一面倒啊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打法啊 都不太有 就是會有一些 蠻有看點的部分 這也是各位在投稿的時候 可以參考的一個 賣點 參考的一個特點 可以照這種 想法去 這種做法去投稿給我 當然 有時候 有時候你的投稿可能真的很有創意 很有那個 但是 嗯 投稿的很多 然後我也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一個一個去看 嗯 所以 嗯 現在剛改版嘛 所以最近投稿的人 機率是真的比較高一點 啊 就 如果你有精彩的 就記得再投稿補過 好那 我收了之後就基本上會安排啦 不過真的太多了 尤其他很久沒改版 我一個禮拜 頂多出個最多三集的試劑 你想想看 一個禮拜超過三個人投稿 其實就已經做不來了 而且我還得去挑那個分段 不會說 因為低分段真的投稿的比較多啦 可能九百到一千分的 真的是挺多的 啊 我也不可能說 每一集都是九百一千 九百一千 我說的就是會輪流 只是今天比較不一樣 因為 這是改版前的比賽 我先 趁他 因為我現在是卡著更新不更新 趕快把這個做完之後再更新 畢竟還是要跟上這個新時代的改版 好啦 一樣 好 慣例的這個閒聊部分 升到封建時代之前都不太想說明 這已經算是現在 世紀帝國都做了已經一年多了 好 各位看到現在也該有一些基本概念 我覺得 如果 好 如果你做 你玩世紀玩到現在還不知道怎麼升封建 怎麼升城堡的流程 我建議 呃 真的可以好好去看一下其他 其他大大做的教學好不好 其他大大做的教學 因為我覺得這太基本了也沒有什麼好發教學 現在流程也是真的蠻努力的 好 西西里果然是出了他最想要出的這個肉馬 最屌的肉馬 因為在這個時代碰上對方的長槍兵 就會非常的有優勢 三個長槍兵 一個長槍兵 用三個肉馬去圍他 就可以 輕易的收掉 尤其是對方長槍兵 可能只能戳出一次傷害的時候 這時候 直接用三個肉馬去硬吃是非常划算的 而且加上西西里又可以減傷 不過這裡呢看一下 西西里家裡優先的被肉馬騷擾 而且直接砍死了一個村民 非常的吃虧 那西西里這三個肉馬好像也沒有衝到對方家裡 感覺是不是想要做防守 沒有 肉馬就是要衝到對方家裡 沒有問題 應該來不及圍起來 來吧 好像還可以 因為兩邊做馬爆的好像都還蠻多的 而且像西班牙這裡齁直接就是五條肉馬對你四條肉 就是你就算有這個額外傷害減免的沒關係 而且我拿這個數量壓制 讓你進攻的時候時間會縮短 也延長 不是縮短 進攻時間讓你延長 然後這裡槍兵要跟上來打了 而且西班牙是直接準備了三個長槍兵 要去反制西西里的四條肉馬 那西西里這邊呢 我看一下 還在補這個肉馬跟 槍兵 所以要跟對方卯上 沒有要 都造了這麼多肉馬 一定要創造出一點 一點成績囉 沒有說要讓對方放過對方 裡面一個肉馬 再加長槍的攻防戰 非常的常見 西里六二的那個 封箭的一些打法 其實不外乎就那幾套了 各位看久了應該也都可以掌握 掌握一二了 基本上就是那幾套 然後就 最大的差別在什麼 不是說你知道這打法是什麼 你就打得好 重點是你的操作 你看 你有槍兵 你有肉馬 對方也有槍兵 也有肉馬 那最後到底誰會 誰輸誰贏 看的就是操作了 你操作夠厲害 你就可以降低戰手 然後把對方的兵 給扼殺在這個前期 然後讓你更好的去騷擾對方 這就是西里六二在 呃 城堡前期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微操 那當然到後期也是還是一樣 用大部隊交戰的時候 包含你顧經濟啊 然後什麼的 有的沒的 就都還是蠻消耗你的手術的啊 有在玩的應該都知道在講什麼 不過沒在玩的沒關係啊 看看 看看別人高手啊 看看別人比賽的影片 鼓鼓乾硬 也不錯 好不好 好那這邊西西里的肉馬 是繼續找機會 但我相信 西班牙這邊應該都是圍好的 那這個 這一個圍法 應該就是要上城堡了啦 看那個圍得這麼徹底了 然後又造這麼多肉馬去衝你了 沒什麼意外就是要 掩護自己上城堡的時間 但西西里看起來沒有要放過你啊 沒有要放過西班牙 或是放過 這間場造起來了 所以有可能等一下會出弓箭手 有可能等一下會出弓箭手 肉馬要硬砍喔 這個村民 過來 直接要修理 肉馬要砍破這個 木牆的話 是 稍嫌困難的一點 應該說非常困難 只要對方不是 這個手有殘障的話 基本上都還是來得及 不太可能說被你砍穿 因為肉馬對 木牆的傷害就是 沒多少 你看就 三 五點 五點這樣打 跟騎士那個殺傷不一樣 又或者是像裝甲步兵 可能還有對建築有額外加成 肉馬是甚麼都沒有的 所以呢 西班牙這邊是順勢的 就點上城堡時代了嘛 畢竟西班牙打城堡時代還是比較強的 封建 封建畢竟不會是西班牙的一個 強勢時代 這邊上城堡是可以想見 那西西里這裡呢 已經在產工兵了 我相信他應該也是產工兵 然後等一下上那個 城堡時代順便進入兵 因為這個時間點要在 爆工兵過去沒有那麼快 空兵生產時間也是挺久的 他沒有那麼快可以成型 那再加上對方目前也圍得 非常的 完整了 因為破進去應該是不容易 這邊就只能 意思意思砍一下 讓對方 心情煩躁而已 也沒辦法多做甚麼事情 這邊 看起來西西里是稍微的落後 300分 有點不太妙 而且這邊肉馬被抓了一波 這裡有點虧 被優先砍了 但是 變成多少 四條打四條 沒有那麼 各換了一條 還行 那西班牙這邊應該就上城堡時代了 看他是有要出城堡 應該是還沒有要出城堡 因為沒有在踩石頭 所以應該是會先開TC 對 西班牙這邊是選擇先開TC 沒有 不是打一個直層 征服者的戰術 畢竟可能一開始都出了這些刺猴 那西西里呢 看一下兵工廠現在拉起來了 然後感覺 可能是為了因應對方可能會出征服者 所以 感覺是在升那個弓箭場 射箭場 好準備轉一波兵 但 西班牙這裡是轉甚麼呢 西班牙這裡沒有出征服者 是出騎士 好西班牙是可以打騎士的 所以來看一下 這個騎士如果對方是抱這弩兵的話 數量不夠的弩兵 其實也很難 操作的來 可是騎士其實還是反制工兵的 只是說 弩兵要是 數量夠多的話 打帶跑 但騎士還是挺難受的 所以騎士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 護甲給拉起來 遠程護甲在對抗弩兵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護甲 只要全部點上去就是有2加2 4連的遠程護甲 那你弩兵上去減4點攻擊的話 那對 弩兵來講是真的也蠻傷的 你要射騎士射不太動 一定要有一定的數量才有辦法去做 風箏騎士的這個動作 如果沒有的話應該就不太行 所以西班牙倒是沒有出這個征服者 所以西西里會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看到對方 在踩石頭 那也不確定後面有沒有石頭 也有可能後面有石頭 所以 這裡的話西西里當然也是先上城市中心 而且城市中心建的特別快 這個一下就建好了 一下就建好的好處就是經濟會比較有優勢 稍微一點點 建築的時間就可以拿來產 產那個村民 好 弩兵出了 然後 西西里出來稍微探一下對方在幹什麼 兩隻刺猴兵分兩路 把這個 戰物給點開 看看對方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我們把戰物打開看看給各位欣賞一下當下的情況 家裡繼續的發展 然後這個套路就是繼續的出 弓箭手 繼續出弩兵 那西班牙的話呢是生女配騎士 哇 竟然是生女 要減遺跡 我總感覺 兩邊其實可能都不太確定對方會出什麼 但是這裡卻有重裝長槍兵 難道是已經有看到馬舅了 這也是有挺有可能 但這個弩兵 的數量真的偏少 但不過有這麼多重裝長槍兵的話 還是值得一戰的 而且這邊是彼此插身而過 相安無事 這裡村民出來直接被騎士賭了一波 這邊應該是彼此發現的 這個兵種的選擇是什麼了 西西里選擇的是 這個重裝長槍配弩兵的主人 其實一部分來講也還蠻克制騎士 但由步兵 步兵幫這邊就比較吃操作 因為這個 長槍兵要控在前面保護自己的弩兵 因為弩兵畢竟偏少量 如果今天這些都是弩兵的話 我相信這些騎士很有可能直接衝上去圍毆他 這個弩兵可能很難活 這邊分數兩邊是拉到了55對開 都是31001 3200左右 而且西西里這邊也是下了僧侶 西班牙這裡的僧侶也是出來 順便幫自己的部隊回回血 每個都殘血這樣回回的話 也還是可以賺取不少資源的 這邊西西里是在顧這個遺跡 果然是擔心這個西班牙去採那個遺跡 這邊所有刺猴都顧好了 他找到的遺跡非常好 這個僧侶要是過去沒發現的話 被刺猴砍是絕對逃不了的 因為刺猴打這個僧侶是有加成的嗎 應該大家都知道 好西班牙選擇了什麼呢 工程所 可能要出投資車 去反制對方的步兵 也有可能是出弩炮 我們看一下 對 因為有重量長生兵 出弩炮的效益更好 可以直接串燒對方 工兵的話就拿騎士去砍 那西西里呢 我們在西西里的話是 繼續的出更多的弩兵 要拚這個操作 喔 成樓倒是拉得起來 想要出薩金特衛兵嗎 還是單純的做防守 這裡 重量長生兵準備圍上去 但對方也不是白癡 等著自己的弩炮這邊 做一波 掩護 掩護攻擊 將會更 更容易打勝 弩炮應該持續的出拉 出到兩三臺的話 對步兵來講 真的還蠻頭痛的 但這裡是可以用弩兵點 因為弩炮的血量 不算特別多 40發 也是可以把他收掉的 因為現在弩兵是7點攻擊 弩炮遠程防禦是7 所以他要7點7 射7次就死了 這裡要繼續蓋城樓推 城樓的一個城堡塔推 這個 西班牙要敢衝上去嗎 他在高地修這個城樓 城樓血量也是有1500的 算是小小小小城堡 也是要小心一點 這裡 重量長生兵衝上去 但是弩炮在後方的殺傷串燒效果 非常好 這些騎士基本上沒有收到太多的殺傷 就把重量長生兵全部解決掉 但是城樓這邊也是拉起來 村民拉進去之後呢就可以開始射箭了 拉出來之後還是有攻擊力 小小小小城堡 因為血量也是蠻多的 而且因為城樓在這邊的關係 母炮也不敢在這邊做攻擊 這個射程是10點 母炮射程才7點 根本 根本就不能靠近這些努力 所以這邊你只能 退後 在後方這邊做一個防守 那西班牙是要怎麼辦呢 這邊要出衝 衝上車口 會衝這個城樓嗎 其實也是可以 騎士 直接一波硬上點這個弩兵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 可以一戰 不過這裝長生兵數量不夠多 這裡騎士要上去硬點了 這些弩兵 好再操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操作效益好不好 騎士開始有各種的巡路卡住了 裝長生兵 這邊死光之後呢 後方還有更多的裝長生兵 這裡交錯火王的效果感覺非常的不錯 西班牙好像也不敢說 直接就衝上去打 那把這個母炮壓在城樓的底下 讓他射不到 然後在這邊做攻擊 村民這裡要協助自己的 這個 城樓去攻擊了 直接在塔下戳起來 把對方的母炮也戳爆 但是因為後方的 七七里的中中長生兵 其實也是一直有在出 所以這騎士會被打的消耗 消耗消耗會越來越少 剛剛這些弩炮感覺沒有 這個 擋的真的是好啊 弩炮 三台在這邊 同時操作村民去點 同時操作中長生兵去點之外呢 封兵 弩兵記得往回跑 然後反身射擊 這個操作量也是一樣 非常的龐大 西班牙在這邊直接拉了一個市集 好 黃金也是 配了非常多的村民在採 我們看一下西班牙 配了多少的黃金 配了二十二個的 黃金 非常多 那 看起來為了拆城樓的關係 西班牙是 造了非常多的 輕輕衝撞車 準備要累積一波之後 一次把對方的城樓給帶走 這也是一個城樓推進戰術 非常不可思議 這城樓可是比劍塔還要更麻煩的東西啊 而且他還是可以升薩金特衛兵 有需要這種 比較像民兵類的配合的時候呢 薩金特就會出不上 這裡 一些小部隊被對方西班牙騎士給收掉 可是這裡呢看一下 七七里這裡的經濟倒是落後的挺多的 七十九的村民對對方一百零九零百零七的村民 應該是有村民被殺掉的 喔這裡 被城樓也射死 還是被輪兵也射死 有了 薩金特衛兵出場啦 好不好 這東西 齁 基本的 進防跟遠防真的是超高 三點 進防基礎就三 遠防基礎也三 你這個步兵夾點一點這個真的是超硬的 薩金特衛兵也算是 你敢戰裝跟他打他也不會讓你失望的一個單位 這裡騎士數量還是偏多啦 那這裡只有兩個薩金特應該是綁不住 那這些 女兵應該有點難以逃跑了 這要回升操作的 空間應該是偏少 那這裡還有後續來更多的重工場兵 同時西班牙剛剛準備的這種清理衝動車這邊 可能等一下也可以準備來把這個塔樓給衝掉了 我要掌握一個好時機 這裡西西里要前置城堡了 不要忘記了西西里的建造城堡速度是 加180的 所以這個城堡不趕快阻止的話呢 會蓋得非常快 你看這個速度 超級噁心 這才幾個村民而已 七個村民 正常七個村民蓋不了這麼快 你看 這邊還有重工場兵在這邊堵住 雖然是少量的 正常情況下 如果對方硬要打的話 你這個村民可能還是會被禦 可是因為是西西里的關係 這城堡修的速度實在是悲快 直接就在你家門口直接修起來 好那 西班牙這邊是直接就點上帝王時代囉 我們來看一下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的話 不確定 對手 這邊可以是直接要升裝甲衝動車了 直接衝一波 然後 裝甲騎士也是直接點起來 這次西班牙倒是沒有用他最擅長的一個征服者戰術 好用的是騎士 也是可以 好西班牙勉強也算是個馬骨 應該說就是個馬骨 對也是ok的 那 城樓跟城堡都修起來了 西西里這邊是 開始爆了一些殺星特衛兵 作為一個肉盾跟攻擊手 開始拆防子 好配合自己的塔樓跟城堡的話 還是蠻有威懾性 那這裡的話準備了 裝甲衝動車升好的一波 直接往前推城樓 有沒有辦法成功呢 薩金特衛兵 極力的防守自己塔下的 衝車攻擊 這邊有沒有辦法成功呢 這個衝車瞬間 爆城樓的速度還是非常快 尤其是裝甲衝動車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這一波高地作戰 但是後方的弩炮非常的多 這裡的復兵會被做大量的串燒 然後這裡的弩炮真的是速度非常的扛大 這個城樓可能也不保了 中甲衝動車的殺傷能力還是非常的強大 這個城樓每敲一次這個血量掉的飛快 而且 西班牙這邊的重傷其實也拉上去了 防禦也拉上去了 攻擊也拉上去了 這裡城樓感覺是非常難保護 即便有這麼多中甲衝兵 但是因為這邊還有這麼多弩炮的關係 並沒有那麼好對比 城樓一座一座的倒下 雖然說一個城樓感覺好像沒多少資源沒有 一個城樓要210 三座就610 差50就可以蓋一座城堡了 這城樓被拆三座等於快掉了一個城堡 但所幸的是我們的CC裡也準備上帝王時代了 我們來看一下等一下上帝王時代之後戰術跟兵總的選擇應該要怎麼搭配 因為西班牙這邊的威懾度是蠻高的 分數已經差到了將近快要2000分 非常的巨大差距 那這個城堡守不守得住 因為這裡的裝甲衝動車數量其實一直還是有在上去 那這邊的復兵團真的是挺多的 但弩炮這裡感覺後方被殺精特衛兵抓了一個屁股正仇 這弩炮沒辦法逃出身天 這殺精特衛兵真的是挺OD的 呵 作戰能力非常強 哇 這邊還有一台玩了 這邊還有一次還留著 哇 這個堵炮全死光了 前線這裡的光場兵發揮了非常好的反騎兵實力 在這邊騎鴨的騎兵是一個一個倒下 殺精特衛兵做得非常好的肉盾 而且作戰能力非常的雄厚 同時已經身上了精銳殺精特衛兵的時候血量高達75點 傷害也是11加1 6點遠防 6點進防 非常噁心的一個進戰術 難道這一場要被殺精特衛兵給一個反制 直接反壓了嗎 哇這裡對方的西班牙的重裝騎士是落荒而逃 把殺精特衛兵配合重裝長量兵在這邊做一波直接壓進之後呢 對方的騎士是毫無能力毫無過為 沒辦法做些什麼事情只能往後拉 剩下這些青騎兵好像有點很打贏 這些步兵 那這些步兵看現在看起來兇神惡殺 你看那個青騎兵砍他簡直沒在扣血 呵呵 我的老天西班牙這邊要被破進去嗎 而且西西里這邊要直接升上幾兵了 然後西班牙那邊的話應該是沒黃金了 所以他已經變成是直接要改爆那個 改爆那個青騎兵 可是青騎兵這個作戰實力還是有點落差的 但經濟上因為西班牙經濟比較好的關係 所以肉馬應該還可以爆一陣子 但這裡的西西里大概是家裡被騷擾吧 所以這邊暫時沒有反應 因為其實側邊這邊西班牙也是派了一個騎士的小分隊過來這邊 已經直接破進城鎮了 西西里趕緊的收回自己的村民到城鎮中心做防守 前線的部分西西里的城堡也還存在 那還行 這邊應該還有一個城堡 那還可以做點事情 兩邊都也還沒有去造那個投資車 然後西班牙這裡有有城堡 我以為又在阿茲挑戰了對不對 沒有還有造城堡 這邊騎士進去一波大屠殺 原本西西里的經濟就已經沒有跟上西班牙了 這邊就是雪上加霜 家裡的村民又被塗了一波 但同時 西西里的薩金特衛兵跟幾兵也是衝到對方家裡去的 然後你看到薩金特衛兵這噁心的防禦 城堡射的可能都不是那麼的痛 防禦非常的高好 家裡的話呢配合一些小量的幾兵跟一些生女的話 看起來是有辦法擋住 但西班牙家裡怎麼辦呢 這裡是薩金特之亂 家裡的中東騎士完全抗衡不了這些薩金特衛兵跟幾兵的組合 家裡的村民也是一個一個被屠殺 而且是陷入沒辦法工作的狀態 西班牙這邊也沒有打算回舊 因為回去可能也打不贏 這邊是彼此在消耗對方的經濟 哪邊經濟沒有了應該就很難再繼續打下去 所以這些清洗兵也是沒有說要回去救的感覺 那同時這裡西西里的分數其實也是落後了2000分 西班牙這邊應該還是覺得自己機會是挺大的 因為經濟好嘛 經濟好你的單位就可以出的比較多 可是其實現在看起來是西班牙一直在耗損他的兵力 因為現在西西里這邊是全部出的單位都是克制對方的單位的 級兵克清洗也克他的重裝騎士 而且西班牙這裡已經是沒有黃金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清洗兵還有辦法做出什麼樣的騷擾 因為清洗兵遇上幾兵是真的沒有辦法打 完全打不了 這裡還有一些洞可以衝進來 這邊要抓西西里的村民繼續干擾對方的經濟 可是同時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分數 好像越拉越近囉 這裡的清洗兵其實一直被幾兵給反制 死傷也是非常的高 雖然說這裡的村民是差了兩倍 但是西班牙這邊的清洗兵感覺就沒辦法對對方造成什麼特別大的殺傷 而且因為沒有黃金的關係也轉不了兵 那也沒辦法轉出什麼特別強大的黃金兵 只能一直靠著清洗兵衝看起來不是什麼辦法 因為幾兵的話西西里是放的到處都是來保護自己的村民經濟 這個清洗兵要進去的話就等於是一直在送頭的感覺 這邊是持續的在累積清洗兵 那幾兵是繼續的照 兩邊都還是維持一樣的兵種組合 西西里這邊的黃金其實殘量也不多了 所以換是一直爆這個幾兵 那幾兵雖然說是這個長槍兵單位 長槍兵系列的 可是因為帝王時代他的攻擊其實 數量夠多也還是滿痛的 所以只有九點傷害 被西班牙勉強擠上了一個匈牙利清起兵 但老實說他一樣不是幾兵的對手 所以你看這樣抽著抽著抽著就差一千分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這個樹林還進不來 沒有被挖穿 這邊剩七六五四三二一要被挖穿喔 這裡直接把木頭直接砍光之後 打穿自己的村民 直接放對方進來 非常好 這個幾兵就是往前推 家裡其實也都還有幾兵做防守 那西班牙只能持續靠這個匈牙利清起兵做騷擾的話呢 這樣個人感覺 效益有限 雖然說村民還是被殺了滿多的 不過 這些幾兵如果佔三億的話 我相信這些匈牙利清起兵應該是沒辦法做太多的事情 但是不要忘記 帝王時代你的食物經濟比較夠好 我們匈牙利清起兵就是等於面前 所以只看 這裡西班牙已經開始轉 那個 重風場上兵出來反制對方的幾兵 因為這樣消耗下去也不是什麼辦法 這分數 差到 一千 兩百分左右 但是因為重風場上兵出來的關係 幾兵會特別難受 因為 他是被這個戰毛兵給反制 那這樣就看 奇奇這邊要轉什麼樣的戰術去反制 因為現在看起來有戰毛兵的輔助的話 幾兵可能 不太 一定有辦法造成太大的優勢 層數其實也是拉得非常緊齁 這個 奇奇這邊的一個 逆轉打 感覺好像 也有一些成效 但是現在必須要對付對方的戰毛兵 戰毛兵 這裡要被幾兵直接硬戳了 不要小看這些幾兵 我剛剛說的殺傷力也是非常高的 這要硬戳戰毛兵也是可以打 因為戰毛兵 呃 有一個最小射程的問題 對 他其實被包圍之後 這戰毛兵還是會死很快 這個 哇 這 這戰毛兵 一個一個倒下 要打也打不太 打不太多 打不太過 但是後方的 狀態性奇兵還是有發揮很好的肉盾 這時候 直接 幾兵 反打 對方的 狀態性奇兵 這邊幾兵互相交換的情況下 看起來幾兵好像 還是 有 慢慢的 找回優勢的感覺 這後方西西里的補兵非常的快 所以這裡看起來幾兵 整個垃圾兵大戰 大優勢 戰毛兵直接被打退 兩邊資源乾的要死 這西班牙也沒有太多資源可以去拼更多的戰毛兵 而且剛剛那波戰毛兵 被幾兵給吃掉 齊齊大入 對不對 完全沒有辦法操作 太多這個步兵了 被貼著打 你看這個 戰毛兵被幾兵砍的速度也是飛快 你看這幾兵怎麼辦 怎麼處理 西班牙這邊都已經轉兵 都已經轉了戰毛兵了 這裡想說可以利用戰毛兵去 屌打對方的這個幾兵 結果咧 被對方屌打 好不好 一個一個倒下 這邊可能要被封出兵點 喔 分數是直接斑平 我老天 看一下 稍微加速看一下 這邊幾兵直接衝進去 再戰毛兵 It's over Anyway GG OK 非常漂亮的一個逆轉 非常不可思議 那 別忘了看到這邊一樣 幫我點個喜歡 支持這個影片 也支持這個頻道 也別忘記的訂閱囉 那 終結一下 這場是逆轉的非常的漂亮 那 主要是西班牙這邊的兵種 也是打的比較單一嘛 那 之外其實他也沒有太多轉兵的成本 就是 他出的那個騎士其實也是 蠻消磨黃金的 那 西西里這邊是因為 就一直出幾兵跟薩金特吧 原本其實西西里也有 準備要出這個奴手 要去反制對方 因為我不確定 是不是一開始有猜測對方是要出征服者 所以 想出出那個 那個 努兵去做反制 不過看起來反正 總之 看到對方那個 轉騎士之後呢 其實努兵就開始 減產了 然後開始轉那個長槍兵 撞到長槍兵 那轉著轉著 配合中間的一波塔羅推進之後呢 壓迫對方 做這個反擊 然後 然後就直接轉那個薩金特進去之後 對方的騎士 要打這個 極兵跟薩金特 其實真的打不太過 那要轉戰毛兵又要有一些成本 所以他也花了一些時間才轉出的戰毛兵 但是 呃 西西里這邊經濟雖然很差 但是 因為 中間那一波 就是一直打著打著打著 都一直有這個兵種相剋的優勢 然後一直吃掉對方資源的關係 所以 這些疾兵其實活得很久 尤其是帝王時代這個滿配的疾兵 要去殺戰毛兵真的沒有太大的問題 戰毛兵也才35滴血 疾兵60滴血 齁 所以 你看他 他遠方 他進防這邊還零而已 沒有生這個遠 沒有生防禦 所以他被疾兵砍是超級痛的 因為剛剛那戰毛兵在這邊交戰 是完全一點辦法都沒有 直接被砍死 結果被換著換著換著自己 其實家裡出兵點被壓 出出那個肉麻也擋不住這些疾兵 然後戰毛兵數量也不夠 那也只能喊GG的 然後我現在才發現這個遺跡 現在還有一個聖物計時器 哦這個是因為拿了 所有聖物 所以 守住聖物就可以獲得獲勝了 哇靠 竟然連聖物都直接搬光了 哇操天 好啦那這樣比賽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趕緊各位收看 那我們下次應該就會進入新版本的一個 對戰RP囉 那最近也有收到不少投稿了 那就 再安排時間做吧 好吧 那今天就先這樣 感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見囉 掰掰